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道家讲究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打坐时就会尽量要求自己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打坐时五心朝天就是一种基本要求 道家师父教徒弟 如果弟子不能双盘 会用各种办法强行让他达到双盘 甚至有时腿疼得要命 也要让他双盘着腿不允许他放下来 之所以要求如此严格就是因为只有双盘才能达到五心朝天 而五心朝天这个动作中也存在着不为普通人知道的奥秘 众所周知过去的人讲究五行 是哪五行呢 金 木 水 火 土 这五行是天地间存在的五种特性 同时人体的五脏六腑也有相应的五行来对应 一个人打坐时需要吸收天地能力来打通自己的经脉 而不同的经脉对应着不同的脏腑 也就是说不同的经脉也存在着不同的五行 一个人想要吸收天地能量来打通这些经脉 就需要吸收不同的天地能量 而一个人身体不同的部位吸收的天地能量也有所不同 具体说来人的左手吸收水属性的能量 右手吸收火属性的能量 左脚吸收金属性的能量 右脚吸收木属性的能量 头顶的百汇吸收土属性的能量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部位没有显露出来 那么就无法吸收相对应的能量 你身体里的能量容易出现不平衡的状态 要想吸收到五行所有的能量 就必须要让头顶心 双手心 双脚心都朝上 这样你吸收的天地能量才是齐全的 同时你的打坐也是完美的 但是想要吸收天地能量还需要先打开 手心 脚心以及百汇这五个地方 你才能真正吸收 俗话说修者得为先 只有先修得你才能达到这些目的 如果不修得 你的心总会在某些地方有所缺失 心里始终无法放开 这样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打坐 影响到自己吸收天地能量了 有很多人对我说自己打坐达不到五心朝天 怎么办 其实真正的五心朝天是为了大道修行 一般的人只是为了让自己得到身体的舒缓 以及对工作中压力的减轻 至于能不能做到五心朝天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 对于很多修行者来说都知道修行要打坐 虽然修行不绝对要打坐 但是打坐对于修行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说修行的人打坐与不打坐绝对是两种进境 相对来说 经常打坐的人比不打坐的人修行速度要快很多 因此真正有经验的人都会选择打坐来辅助自己的修行 只不过不同的修法当中 打坐的姿势也略有区别 除了打坐本身外还有一些手上的姿势进行辅助 这里不讲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打坐究竟采取什么姿势才正确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似乎只要打坐在那里坐着能入境就行 持有这种观念的不仅仅是普通人 那些在修行界非常有名望的法师或者道长都这么看 当然打坐的部分目的是入境甚至更静 如果一个人打坐时能让自己静下来 甚至不打坐也能静下来 确实是一种很不错的状态 只是真正的打坐 它所涉及到的并不仅仅只是入境 它还涉及到打通人的经脉 吸收天地能量 改变身体状况等等 它涉及到的东西很多 并不仅仅只是入境 这一样就能包揽的 所以真正打坐需要一个人保持一种打坐的姿势去进行 这很重要而且非常重要 先单纯地分享打坐的姿势 也就是采取什么姿势打坐才最正确 道家打坐涉及到阴阳理论 中国人讲男左女右吗 其实是道家讲的 在双盘打坐中要求男的左腿在下右腿在上 女子右腿在上左腿在下 这个里面的阴素就是男子是纯阳之体 女子是纯阴之体 在打坐中男子就要抑制你的阳 生发你的阴 然后让身体达到阴阳平衡 过去有的人说打坐时间久了会造成气血不通 当然一般打坐最好不要太久 因为你的心境基本上决定了你的境界 打坐主要是让你的心态保持稳固 境界保持稳固 一个人通过打坐确实能提升自己的境界 但是不会太多 一般人一次打坐最长时间两个小时 基本上就足够了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打坐不会造成腿部气血不通 打坐完后下盘 过一会儿那种痛麻的感觉就会消失掉 佛家不讲阴阳 所以佛家没有阴阳的概念 但是佛家打坐也是很讲究的 经过千百来年的发展对于佛家打坐姿势的各种叫法很多 有家夫座 脸花座 天盘等等吧 很多叫法但是最终佛家的打坐姿势也是讲究的双盘 这个与道家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发现一样东西没有 佛家打坐结宴时双手正好放在丹田部位 但是佛家没有丹田的概念甚至连练丹的概念都没有 但是在手的放置位置上却正好对着道家所说的丹田部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一个人打坐的时候初期吸收天地能量 除了头顶的百会学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就是双手的劳工学 当双手结印时手上吸收的天地能量就能直接进入丹田里 很多人说佛家又不练丹怎么可能去吸收天地能量呢 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佛家是讲究各种神通的 比如神族通 他心通 宿命通等等 这些神通都需要天地能量来支持的 没有能量的支持任何神通都显现不出来 除此之外很多人知道很多高僧 特别是经常打坐的高僧 他们圆祭后 茶皮后就会有舍利子 其实这个舍利子就是各种天地能量形成的丹 只不过这些舍利子都是碎丹之后的成分 所以除了好看之外也没什么用 这些舍利子也是需要通过吸收天地能量来形成 其中的秘密就是 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或者是修行的人 只要打坐时达到一定的状态 他就能吸收来天地能量 所以一个人想要最快的吸收天地能量 就需要采取最正确的坐姿 五心朝天是真正的大道修行 采取的就是五心朝天的姿势 当一个人双盘打坐 并且双手处于佛家讲的结印状态时 他就能做到五心朝天 有的人觉得只要双手放在腿上 手掌心朝上也能五心朝天 这样做也可以 但这不是修行的姿势 而是休息的姿势 处于这种状态 双手吸收的天地能量 无法直接进入丹田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处于 双盘结定印的五心朝天状态 并且腰直紧正 全身放松时 他就能真正进入修行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他能以他自身最快的速度 吸收天地能量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 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师父 会不会修了没效果 跟大家分享一个绝密的东西就是 任何一个人只要修心向善 他采取这种姿势打坐就会有效果 因为这个姿势本身就是 人与天地沟通的一种方式 只不过一个人如果不向善 他采取这种方式打坐 他吸收的绝大多数是负能量 这种负能量会影响到他的心情 让自己的心情烦躁 不安等等 只有修心向善 他吸收的才是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给他带来的 就是安宁 慈祥 清静 关于打坐五星朝天的奥秘 小万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